有媒體報導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要參選台北市長 還要求前主席蔡英文要對七合一選舉表態 黨中央今天滅火強調 蘇貞昌身為黨主席要負責整個提名作業 這整件事根本是不實報導 忙著跟婆婆媽媽打交道 民進黨提名競爭激烈 顧力熊跑活動馬不停蹄 只是有媒體報導 多次表態不選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打算御駕清真 而且意在台北市長大位 豈不是打對台 主席在什麼樣子的一個基礎之下 能夠變成一種所謂的勸勁 一種勸勁一定是說 黨內的人士都被勸退 那沒有人捨我其水 像這樣子的氛圍才有可能 現在這樣的氛圍完全不像 主席不會在這個時候 還要來跟這些黨內的同志來競爭 我想我們現在程序上 我們已經有徵詢小組 那就由徵詢小組來做 那個所有提名的徵詢的作業 再來跟黨中央這邊互相配合 發言人強調報導是只需烏有 但媒體言之作作 只蘇貞昌想藉著親綠節目 創造支持輿論 捨我其誰的氣魄 挑戰艱困選區台北市 甚至派出子弟兵投食問路 只是曾在北市長選舉失利的蘇貞昌 真的打算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爬起 朝野很懷疑 台北市有很多好的人選 但是在好的人選當中 就要時間去磨合 那我也認為說 其實蘇主席 他如果願意御駕親徵的話 或許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蘇主席已經選過了 他已經再三再次講說 沒有意願要選 現在是變成 民意黨的台北市長選舉 真的是蠻褒詭異的 想選了一堆 然後有這個民意想要請他選 他又不想選 先做個民調吧 問台北市民是不是會希望他再選 有看頭的是說 為什麼這次綠營這麼多人出來要選 好像很要選的樣子 民進黨也火速發出新聞稿 痛斥報導不實 畢竟顧立雄是蘇貞昌清典 前副總統呂舊聯更是大咖 萬一引發後續效應 黨主席位子也會被挑戰 優電TV前指名柯章 台北報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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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